我曾经试过一年检查30岁的肾0到70岁的功能 30岁的身体,70岁的肾功能,你感谢,这是发生在向左身上的异常 按理说,好生好样的豪门公子哥,看着也身强体壮的,这肾功能咋就能亏损得这么厉害 大家都知道,向左是从小稀有,不过小时候的向左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胖子 为了让自己孩子变得更加优秀,向太强来了自己的好理连结,来教授向左武功 不过师傅领结门,希望还得看个人,痴迷武术的向左从小便表现出,和旁不一般的依脸 练武初期,由于没有掌握好正确的方法,身体经常多处受伤,骨折脱臼都是家常便饭 据悉,他手撕裂过,膝盖断过,手指断过,肩膀脱臼过三次,膝盖的半夜半取出三分之二出来过 光是想想这些伤,我已经感觉浑身都开始疼了,向左再大的毅力,说到底还是普通了 为了能继续练武,不耽误师傅李连结留下的任务,他经常吃一些止痛药,来抑制身体上的疼痛 是要三分毒,久而久之,这些药物对向左的身体产生了损伤,导致他肾功能下降 年纪轻轻拥有了一个七十多岁老翁一般的肾 这可能就有人说了,像左家那么有钱,向太怎么会允许自己宠爱的儿子身体 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不能带他去救治一下吗 再者,为什么要让他这个毛病公之于众呢,不怕向左本人会尴尬吗 对于向左肾功能亏损的问题,向太其实是一致知情的 他也表示很心疼儿子的身体,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常年练武造成的损伤,也不是轻易可以挽回的 肾功能亏损,这也是很多习文都会有的毛病 再加上向左早些年的名声并不是很厚 在香港也经常传出街头闹事,私生活混乱等不堪的新闻 也许这肾脏问题,可以顺便给他打下甲吧 不过网友的关注点,倒全在他的妻子郭碧婷那边 这么好看一姑娘,自己老公肾功能有问题 不知道他心里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看看郭碧婷的反应,我想说,一些网友啊,还真的是多虑了 郭碧婷不但对向左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厌烦 甚至惊讶都没有,只是满脸的心疼 可能这才是爱情的模样吧 他还陪着向左去向医生咨询,怎么改善调理肾功能的问题 不仅如此,婚后的郭碧婷也是表现得体贴入微 有一次节目中两人发生了争执 脾气有些暴躁的向左,直接疯狂的飙车 把郭碧婷都吓哭了 这件事过后,向左不但没有盗窃 甚至哄都没有哄一响,还以为郭碧婷去独自生闷情 结果没过多久,他又跪地去为向左穿鞋 而且想想看,自从嫁入向家后,郭碧婷已经多久没有出来工作过了 作为一名明星,长时间不露面粉丝绝对会大部分流失 看来这嫁入豪门的代价,是连工作自由都没有拉 不过他们小两口过得没啥问题,也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 咱们这些外人,也不好去评价什么 希望向左可以早日密的两年,尽快恢复吧 毕竟肾功能亏损,也不是什么小问题 也希望恋悟的大哥们,也多多注意身体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